神雕侠侣里他的武功仅次于郭靖 以天屠龙记里他是张无忌的师公 他的一招替云纵眨眼就能登上山顶 悬崖峭壁 如履平地 任你有千万精兵也奈何他不得 他就是武当派的开山祖师爷 一代宗师张三丰 说起张三丰绝对是个传奇人物 在炼家族的眼里 他的武功出神入化 开山立派 在修行人的眼里 他的境界通天入地 羽化生鲜 据说他还很长寿 有说他活了149岁的 还有说是218岁 反正是让众人都望尘莫及 但更传奇的 则是他参透事情出世入世的潇洒一生 张三丰在世人的心中 俨然已经成了神 但归根结底还是个人 而且据说还是个特别邋遢的人 成道之前因为平时不修蝙蝠 大家都叫他张拉塔 但你千万别小看这个张拉塔 年轻的时候这张拉塔的家是 有乌有田 有妻有子 而且还当过柏林县令 说起来也算半个成功人士 不说饱读诗书吧 但提笔就能龙飞凤舞的写福字作首诗 如果你想坐下来跟他聊聊道法 他能不打磕巴的跟你砍个三天三夜 到最后你擦着口水睡眼惺忪 人家炼的丹药才刚刚出锅 这张拉塔早年就有个云游四海 求仙问道的梦想 于是在他正式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的时候 这张拉塔居然就出家了 他这一出家是铁了心 要求道有成开山立派的 按隔壁少林寺的说法 这是要断了七情六欲 但这可不是个容易的活 就算是弃了官职别了妻儿 出门在外 难免心里会有牵挂 而修道者如果人情事缘未了 那是根本修不成正果的 张拉塔开始的时候也做不到 他离家的时候怕妻儿不舍 于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 就早早出发了 但随着他离家越远 这求道之心也越发的坚定 他先是去了陕西中南山 拜了火龙真人为师 后来又在武当山面壁九年 而后又去了劳山修行多年 等他多年后再回到陕西 来到宝基的时候 张拉塔可以说是 已经到了太上忘情的境界了 据说张拉塔刚到陕西宝基的时候 别人都叫他邋遢道人 但这个称呼啊 显然不那么先锋道骨 没意境 起个啥名好呢 当时他在陕西宝基 一个叫金台观的道观落脚 这道观不大 鲜有人知 于是他白天就在道观后面的菜园种地 晚上则是打坐练功 有一天他在观外平栏远眺 看到季风山的三座山峰 耸立天际直插云霄 好似仙山 刚巧这个时候 有客人来访问他名号 张拉塔临时起意 就说自己名号三丰 等那客人回去以后 这金台观有个三丰居士的消息 就慢慢地传开了 名号传得广了 难免有人啊 就把三丰和当时的房中秘书 三丰采战术联系到一起 这不雅呀 所以张拉塔就结合周易八卦 把山丰的丰字 改成了丰收的丰 别看这一字之差 却是玄妙无穷啊 八卦之中 前摇三连 形式三字 而昆摇六段 形式一刀将前摇劈开 这不就是丰字吗 所以这三丰就是乾坤啊 而在八卦里 钱为天 坤为地 乾坤又是天地 日月和阴阳 这么看的话 张三丰这个名号 一下就高大上了 慢慢地张三丰这三个大字 就成了金台观的金字招牌 从此金台观里 人山人海 全是张三丰的徒子徒孙 和远到牧民而来的平民百姓 虽然他后来也到过别的一些地方去云游 但主要呢 还是住在金台观 到了洪武二十四年 朱元璋觉得道教日益壮大 尤其是还有张三丰这样一个活神仙撑腰 这让道教是遍地开花 满的街都是穿着道士服的 有点脱离朝廷的管控了 所以他就想 把这位活神仙请到宫里来 跟他唠唠嗑喝个茶 但张三丰脚下生风 形如闪电 早早的就跑到了云南 这样朱元璋来请他进宫的人是扑了个空 然而张三丰去云南倒也不是为了躲朱元璋 而是为了付多年前的一个约定 而跟他有约的不是别人 正是明朝初年 那个富可敌国的大富商沈万三啊 原来啊 早些年 沈万三在金陵刚刚展露头角的时候 有一次碰巧遇到了张三丰 这一见之下沈万三立马就向拜张三丰为师 可张三丰没答应 只是留了首诗给他说 群雄扰扰尽争己 我与先生把道谈 今日东南王弃盛 踏日物子到西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你想拜师啊 还没到时机 等过几年咱们在西南相见再说吧 而这西南方位不就是云南吗 所以张三丰避开朱元璋来云南不为别的 正是为了寻找沈万三 此时的沈万三已经身陷淋雨 被朝廷发配到了云南 张三丰到了云南后 没几天的功夫 就找到了被治罪发配云南的沈万三 此时沈万三的万贯家财早已全无 索性张三丰看中的是 他早年做富商时并未为富不仁 而是行善积德 所以在这位活神仙的眼里 沈万三有慧根也有先缘 于是他就收他做了自己的徒弟 那据说当时张三丰和沈万三 在云南叙旧的现场还坐着一个人 名叫李浩 这李浩早年随慕英将军平定云南 云南平定之后呢 就留在了这里 由于他和沈万三有交情 所以当时呢 也有幸陪同沈万三 一起见到了这位活神仙 然而一见之下 李浩对张三丰也是大为折服 他央求张三丰多留云南几天 张三丰一口答应了 于是这李浩一激动 第二天就派人啊 在当地开始修建一座灵鹫罐 但凡能跟张三丰扯上关系的地方都不简单 这小小的灵鹫罐也是如此 公元1404年燕王朱棣起兵谋反 将南京城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 建文帝朱允文坑大事已去迫不得已 放火烧宫 朱棣的人马在灰烬中 没有发现建文帝的尸体 于是朱棣总觉得忐忑不安 多年之后有传言说 张三丰的灵鹫罐里住了个和尚 这和尚不是别人 正是逃出生天的建文帝朱允文 明城组朱棣得知后 立马命令大臣胡广 借着寻仙找寻张三丰的名义 去调查朱允文的讯息 然而先踪难觅 胡广找了很多次都找不到张三丰 也查不到朱允文的下落 惹得朱棣大怒 就要伺候胡广挨扎刀了 终于张三丰出现了 他喜初望外死其白赖地 求张三丰陪自己回京复命 可张三丰不跟他走 让他回京等信 说自己没功夫理这些凡臣俗士 他还要去跟太上老君喝酒 嗑瓜子呢 胡广没有办法 无奈只能策骂回京 等他面见朱棣的时候 朱棣早就收到张三丰的信了 那这也救了胡广一命 据说也因此而让朱棣 不再追查建文帝的下落 作为一个活神仙 他的生死都会越传越神 有人说张三丰死于明宪宗时期 可清朝的汪梦九呢 又说自己见过张三丰 张三丰的弟子 也说自己曾亲眼见到张三丰死而复生 也许真如张三丰自己在上天梯里说的 天地坏有时 先翁寿无极啊 张三丰到底活了多少岁 已经不得而知 只留下一代宗师的美名在世间传扬 正所谓行一日一日间 莫把修行眼下观 三年九载功成就 脸成一粒自金丹 要问此歌何人作 清虚道人三封仙